突然开火 中国海军终于不再警告 中国海军突然在东海猛烈开火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是中国海军举行的东海军事演习 这次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全部出动 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习 据俄专家解读 演习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为了发出一个反击信号 警告西方不要在东海搞事情 而且这次中国海军终于不再警告 直接用导弹教西方如何做人 中国海军此举也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教世界如何反制外部势力介入 其实我们这次的演习 不仅仅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海军的能力 还有就是对西方一些国家的警告 对于西方的一些国家 经常在我们的东海周围窥探的行为 曾经的中国海军一直都是对他们进行驱逐 并没有真正的开火 这次就是警告他们 如果再继续在我们的东海周围搞事情 我们就要进行攻击了 现在我们的海军实力非常的强大 特别是随着我国055型舰队的不断下水 055型驱逐舰的主要武器 为锤发所能携带的112发导弹 在导弹的搭载能力上 已经超出了日本的96个发射单元 虽然说多出来的发射单元数量看上去并不多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所使用的美制 MK41型锤发系统 可以选择的武器都只有防空的标准2 或者是反潜用的阿诺斯克 只有中国的锤发可以选用 具有对战舰拥有威胁能力的英机18型飞弹 这就意味着055型大驱 对韩国和日本的同类战舰拥有直接的致命威胁能力 dwhere kissed you 优优独播剧场——中文字幕——《NF3》 对韩国有组争 当中文字幕电影 都将组争 优优独播剧场——《NF3》